各位英俊瀟灑美丽大方的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张坤 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一个新武将 就是大家的老熟人郭娘娘 但是改版了 那么改版以后的郭娘娘怎么样呢 咱们这局以体验技能为主 是一个二号位的大反人 开始之前提醒大家关注昆姐直播 摄像头的下方 虎牙直播平台 搜索房间号630964 或者直接在虎牙搜索 张坤直播三国沙 好的 我们二号位反递选个郭娘娘还可以 郭娘娘还是依然是过牌女 小过牌女 也是一个比较便宜的武将 所以说也不可能是过分大的更新 技能加强 精测 出牌阶段 你每使用一种花色的手牌 纯牌上线变加1 出牌阶段结束时 闭月插牌 其实不是闭月 因为不是结束阶段 要丢的 就看你当时能多存多少了 插尾本回合使用过的类型 像这一回合的话 基本上是买类型 装备 锦囊 基本 全都要用 为了自己的闭月 那么这一张杀 我们也是得出的 是吧 当然你不出杀 你磕头也可以 但是肯定要杀他 后卫有鲁术 我不怕你坚冲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咱们既然都有点相信鲁术了 那咱们就给蔡文姬贴个乐 是吧 然后小闭月 三闭月 其实不是闭月 如果你纯牌不够的话 是要丢的 那你像以前的娘娘 你就金测半天 最多也就摸两张 门槛还高 有些时候金不到 但是现在那就停死你 哪怕你金不到两张 你也可以金一张 甚至金三张 是吧 所以说现在这个娘娘的技能 毫无疑问是加强了 但是她现在这个技能 其实跟血线没关系了 对吧 所以她无耻的 还给我扣一点上限 也就是说 既然是这个技能 那四血的娘娘明显更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因为平民武将的加强吧 她如果是豪将加强 可能这个上限就不用了 那么这一波鼓术大出鞋 本来以为她不敢换 但是强行流淋 然后就为了换过来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就是个大出鞋 大出鞋 那么不要紧 湘签是来属性武将搞后勤 这个时候那就曹操的主牌 已经到孙昊手上了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等待过了 友情提醒一下 这个孙昊 是额外摩擦牌啊 就说如果全场都受伤的话 她就是摩十张了 这个是额外摩牌的孙昊 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 那这个 我去 本来以为反击都差不多了 徐荣怎么开局 连弩加这么多杀呀 徐荣开局一个小胡 开局小胡啊 把这两个一个大手护整齐了 那难道靠我们娘娘去打后期了 那你孩子里边挑高粮 你也得上了 对吧 闪雷霆蜘蛛 哦错了 我们不是教主 所以雷不了 那么这一波的话 要不为了那个咱们的毕业 也把蓝蛮开了 反正孙昊至少 目前是没什么事儿的 虽然说曹操有尖雄 他尖雄拿起来 你看他不拿是吧 拿了他得掉鞋 并且拿起来还得打中城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上了哈 那这样一来 那就是 那就是二碧月了 对吧 蓝蛮跟沙 这样一来二碧月也算了 前下都是震的 震的 那还不一定都是震的哦 他可能孙昊当年 他对事物的认识有局限性 不知道复数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还真不一定 天下都是震的 比如说 徐荣当时杀绝香仙 杀绝鲁树 他既然是杀绝 你想一下 当时香仙跟鲁树的血线 是不是就是复数 所以说 他这个就是 当时认识的局限性嘛 我们现在肯定知道 是有复数的啊 那么一个火杀 先破一波罚 胸怀千军万马 何须赦罪一人 先打残再说 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也打不死 是吧 但是不要紧 反正有一个内奸在中间周旋 我们也不用说二打三之类的 那这样一来 说不定还能摩死主攻 要不然就慢慢配合内奸摩死忠诚 也是不错的 我们就老老实实的过自己的小牌 体验一下平民武将改了以后 能不能发挥 对不对啊 没什么太大的心理压力 但你像刚刚上一轮 闭月的牌啊 这一轮有可能 有助于你再次闭 这一轮的闭月 比如说你没有闭月 你怎么过这一张沈嘉仪呢 没有过这一张沈嘉仪 你怎么能增加一个闭月呢 是吧 所以说 咱们进行一个小的良性循环 这一轮虽然说是用了两牌啊 虽然是用了两牌 但是你只能 闭月两张 但是唇牌只多唇一张 因为是同花色了 你唇牌多唇多少张 是按花色来的 你摸多少张 是按你使用的内别来的 但这个地方的话 纠结了要杀曹操还是杀徐荣啊 还是决定了杀了一波曹操 因为孙昊不一定能打残徐荣 但是孙昊来了一个决斗 还不错 然后给内奸顺带留一点事儿 也不要完全不给他留事儿 是吧 这一个火攻命中率就不管了 能命中反正蔡文基也差不多了 对吧 我们无限保一下马车 9雷伤 9雷能打中吗 打不中 打不中也不要紧 内奸至少是在帮我们了 是吧 虚荣上一轮被热 这样一来的话 状态也被压下去了 那我们就正常的打 是吧 你该怎么低怎么低 比如说我一个角斗 耗掉你的陈琴啊 或者怎么样都是可以的嘛 没蟹可击 这个就没有必要让了 好了 桃子基本上是传给孙昊的 看一下我们这一波的发挥 来先点你一个交斗 就点那个藤甲 万剑你打不了他的 后开也不要紧 先点他 但是先点他 其实就先陈琴 他也可以先开万剑 是吧 他不就先陈琴嘛 有谁能打 那么我们给孙昊传一个这个 然后开一个万剑 因为蔡文姬已经死了 所以我们沈加仪更重要 即使我们自己少使用一张装备 就相当于少碧月一张 但是这个时候蔡文姬都死了 那肯定是给孙昊一个沈加仪更重要 射击为人了 对吧 射击为人了 请随伤而是 恨 随痛而尊华一老 我们这一局怎么老跟沈加仪在杠来杠去的呀 怎么来这么多沈加仪 孙昊这一波直接吃满 是考虑到场上有闪电了 还是考虑到手上的牌真的就降无敌了 舍不得丢了 他如果不吃满的话 他每回合多铲食一张 所以他居然把他吃满了 可能是考虑到场上有闪电 比了铁锁 还浪费了球铁牌 那么自己挂的闪电 含着泪也得把他 徐荣这一局上来就有一个小胡 是吧 打死了香圈跟鲁树 然后没想到后 在除此之后就退隐江湖了 最后一次听说徐荣是因为主攻被闪电杀绝了 然后他得了个暴力标记 得了个闪电 哎也算是这一局 徐荣是相当于是虎头蛇尾 是吧虎头蛇尾 那么关闭之前 再次提醒大家 昆儿姐的直播 摄像头的下方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